今天是周二 昨天我跟大家讲了苹果的股价 特别值得关注 那么今天早上的大盘依然是低开 标普曾经跌了7个点 股指期货 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低开 但是道雄指数跌了60点以后 随即出现了反弹 谁在带动整个大盘的反弹 不是Facebook 不是谷歌 不是谷歌 不是Tesla 是Apple Apple最高涨到492 让我大吃一惊 因为我是一个Apple的粉丝 但是坦白地讲 随着Apple的股价逐渐下跌 我也越来越对我的iPhone 失去了兴趣 因为感觉好像iPhone 还没有我旁边的三星银河系 那么好看好用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一下图一 今天苹果的走势 今天苹果的走势 带动了整个大盘 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人气 我们可以看到苹果是break out 那么这个break out以后后市 将会掀起一波新的苹果的热潮 那么近期的一个短线的压力 投资朋友可以关注在504 也就是说 今年1月份 因为业绩低于市场预测 而出现的一个跳空的缺口 这个补完504可能会有调整 但是中长线 我们应该会到500 512到540区间吧 那我们到时候再说 那么我今天还有一个话题 就是讲最近的中国概念股 特别火 第二张图 中国概念股为什么这么火呢 这是我们中文投资网 Chinese7.com的CIX30 新中国概念指数 为什么叫新中国呢 有New America New China 那么我觉得新中国这个听上去蛮爽 但是请千万不要有太多的想法 只是一个指数 那么从这个指数去年11月份以来 我们可以看到表现了上涨了50% 现在到150点以上 可见中国概念股的走势呢 明显领先于整个的纳斯达克 那道琼指数 那么为什么中国概念股最近又那么火呢 我相信第一呢 钱非常充裕 第二呢 中国的经济问题呢 从这个数据来看 包括这个贸易账啊 包括这个GDP啊 等各方面的数据显示 中国的经济暂时齐稳了 没有那么糟糕的事情 所以如果中国经济齐稳的话 那么整个的美国股市 现在没有找到任何下跌的理由 如果说中美国的股市 为什么下 为什么会下跌呢 我相信最大的原因 可能就是中国股市 来第三张图 第三张图呢 就是最近中国概念股 其中有一个中国电商类的板块的股票 叫麦考林 昨天呢出现了66%的一个涨幅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两波行情 一波比一波高 但是呢 总体来看呢 它的涨幅呢 是非常惊人 由于它的盘子比较小 由于它的这个 处于的板块的概念 非常新 好 那么我想很多朋友都渴望得到 新的一个中国概念股 能下一个大牛股是哪一个 那么今天就有好消息 你只要拨打这个 拨打1800-958-8561 或者编辑短信STOCK到37284呢 你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短信的服务 来看这一张图 我们明天早上9点半 就会提醒一个和我们签约的 纳斯达克中国概念股的提醒 那么为什么这个公共概念股 我们会有认为是一个严重被低估 甚至有两倍到三倍 甚至更高的倍的幅度的上涨呢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基本面 它的Price to book试镜率是低于1 同时Price to sell是有0.10% 第二点我想要说的 这家是一个赚钱的公司 而不是一个亏损的公司 现在公司还能够manage 就是管理好它的公司 至少不出来出现亏损 那么第三点它的股价的图形 大家可以从比较长的一个周线图来看的话 它的走势呢 可能会出现一个短期的双底的一个低位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认为这个股价呢 面临急速的一个冲高的一个机会 而且它的盘子非常小 整个总的盘子只有377万 那么如果您想得到这个我们商业客户的及时的提醒呢 欢迎您编辑短信37284看完这个节目就编辑短信 或者直接拨打18009588561 拨打电话赶快拨打电话 因为这样的话 你可以锁定明天的华尔街程序 那么我们的网址呢是chinesesfm.com 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再跟大家见面 谢谢